我看TDI还会不会打一个比较机型的阵容吗 还是像那样没有什么后期 就是跳过去片巴一顿K 那种打法 这种打法是非常赏心悦目的 对 上一次出了四把跳到 大家可能对这种纯PUS的比赛不太喜欢看 觉得比较尴尬 比较无聊 就是一个塔一个塔跳 平常看的是机型的小干户 两到三个人之间的干户 现在比赛是正式开始 第一个扳掉狮王 狮王也是59C里面比较害怕出现的 因为这个英雄 迫使起来实在是比较火 因为扳掉NA 你像狮王他开的大就跟屠夫开的烧一样了 减几素还加几伤害 比屠夫烧还厉害 就是不打血而已 CM半边了 CM加ES都半了 这边是B2加成 那么优鬼没半 然后SA也不打算半了 59C里面上大家都不怕他了 TK也没有半 然后像这个Walllock也没有半 宙斯里面的PAK也没半 那么有宙斯有PAK的比赛 说半了PAK 狗 那么依然狗 这个就不能耍狗了 我第一个拿TH 这边还拿宙斯Walllock吧 宙斯不难了 那么有TH的话再拿TK也方便一点 如果对面拿TK 那个TK是比较为TH克的 对 对面拿宙斯 宙斯加谁呢 优鬼也在 如果金美男优鬼天就不好打 POME 或者是光法来课TK 那中路应该是两个人来陪TK TK可以果断放在下部去打 宙斯肯定是要早点抢的 宙斯 所以我觉得光法没标这么早选吧 因为你对面头应该不会拿光法 你最后拿光法也可以 早一点拿其他需要的这种 我们看在单选的时候 其实比较强的队伍都不是很早的 就会暴露自己的后绩是什么 我如果在黑二打的话呢 很多人就如果有幽鬼的话 他们一定会先打幽鬼 其实这样不是很好 是 那么幽鬼的话 它比较克制几种阵容 一种是对面比较贫血的 那幽鬼真的除了散失 加荒物一个大 就基本上都红了 或者是都三分之一左右 那如果选择 因为幽鬼就比较怕点爆发的 就瞬间就瞬间就把你秒了 像Lena呀 像这个Lana呀 包括有愚人种伤害加深 也是不太好打幽鬼 哦 基本上又闻了天天方可能真的不好打了 因为天天方的话下来可能会拿谁呢 后期是准备拿谁的你觉得 后期的话可以考虑拿DK SV可能不太适合拿 对 因为DK的话跟这个阵容配合 有一定推线能力啊 就是线上会稍微的好一点 那么 另外一个考虑拿一个法师 最后也是推大戏 可以拿DP 可以拿DP加DK 这个阵容 如果拿DP加DK的话 金魏是比较难来防守的 DP如果这个时候再不拿 就真的是傻了 这么好用的推塔行 而且如果让金魏最后难 果然DP加龙我也猜得差不多了 龙骑他换成了死银龙 因为死银龙是中路可以跟DK来对一对的 然后呢 DP的话中期拆塔 那金魏最后一个拿谁 这个我们看一下 这个阵容头要有一个中期干客的支柱啊 像POM这一类的 能够两条线来会穿的是比较适合的 当然也不止POM 一个英雄可以满足这样的条件 像Lion这样也可以 Lion像这个 能够把比赛节奏带起来的人 PL 猥琐防守 那金魏真的是一个二保三啊 两个 两个这个中前期的 三个大后期 那比赛会比较好 看金魏怎么猥琐 怎么还有一个人没有选一群 那基本上金魏是放弃了中期跟别人正面对抗 而是用PL这样龟缩防守的打法 不知道这个行不行得通啊 后期哪里得去是多了点啊 你看DT还是没有人选啊 还是站在那的 那只剩一个人了吧 对啊 奇怪 难道又WC了 这个比赛节奏选手WC的问题 这个需要解决一下 这个不是我们可以解决的 有人说主办方怎么不解决这个 这个我能帮他解决吗 我能帮他解决 我就不在这坐着啊 我都去这个世界环保组 世界环保组工作了 好 选择了 我们看刘亦菲的死亡先知 依然狗的宙斯 TTI这个THAH的 这个不知道怎么读啊 光返 小依然的VSAGE 06的潮汐 TED 鱼鱼的TK中路 啸啸啸的PL左路 这边是水水 水水猴的 这个啥名字呀 水水猴的 船长 这个是什么 这个优鬼名字更难念了 叫 SUNVANA SUNVANA 的优鬼 这个TBS 水 水啊 水 水 水的这个VLOCK 中国还是龙 对TKTK卡兵卡的比较成功 在高地了 我们看上路 一定会非常尴尬的 光法加宙斯 对船长加PL 两个近战啊 不过两个近战都有非常好的远程打击技能 都是磨血的 比较在行的 对 但是宙斯这个蓝 可以一直C 优鬼这个补刀好像还不错 双方是都不想空线了 一边一直C一边一直下火雨 诶 吃到加速DP 过来 也是点点人 沃拉河点一下 我看到 这个沃拉河身上是没有鼠情装 纯是吃 没有杯回蓝装 他买了鸡 中国的龙是捕子刀 没有TK多 TK比的多了 一个兵应该是 马上出罐子了 龙也是出门两个拳套啊 把它写成起来 因为TK三级的TK 包发力非常强的 一旦注意不好 就是一个亿就秒了 宙斯的补刀非常犀利啊 其实宙斯是很难补的 他这个 卡下拿了两个 继续C 我小胖子也没蓝了 我又追着他A 很奔放啊 宙斯 这个C就马上C的不行了